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韩国人在辽阳曾经很多 但现在不多 工作过的很多 定资下来的不多 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一位 就是这不都之中的一位 他叫吴炳根 在美丽的守山脚下 坐落着一家木器加工企业 名字叫辽阳现代木器有限公司 是韩国独子企业 吴炳根便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公司总投资800万元 主要从事佛坛家具及办公用品 产品全部销往日本韩国 年产值800万元 年创外汇90万美元 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以质量求生存 向管理要效益 一切为客户着想 走进吴炳根先生的宽敞洁净的办公室 便能感觉到这位快到花甲之年韩国老板独特的个性 交谈之中便会领略到吴老板不凡的人格魅力 吴炳根早年毕业于汉城中央大学英语系 做学生时就想当企业家 为了不去做教师 毕业时竟故意把一科考不合格 从而不去拿那个所谓资格证 大学毕业后走进了韩国现代自动车诸事会社 但想当老板的梦想仍然没有淡去 四年后就把这个梦想付诸了行动 八十年代初辞职办企业 他做过服装 搞过建材 但都赔得一塌糊涂 留给他只有一身的债务 但从不服输的吴先生仍在求索着 1988年开始进军木器加工业 终于雨过天晴 有所好转 木器加工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韩国人工费太高 因而便有了到中国建厂的意愿 1991年便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1993年在辽阳与一家木器厂合资办厂 1996年举家来到辽阳定居 2000年开始独自经营 经济与一家木器厂合资 经济与一家木器厂合资 可以说困难重重 问题多多 这之中有客观的 也有主观的 有自然的 也有人为的 有外部的 也有内部的 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 吴先生总是一路微笑地走过来了 如今已定居辽阳的吴炳根先生 早已把自己当成了辽阳人 并深爱着这方创业的热头 对辽阳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在生活的地方,在商業方面,政府部份上有很多助力。 如果有任何助力,我现在可以做这个工程的工程。 在乌兵根先生办公桌身后的墙上 醒目地挂着他的社讯 叫锐智进取 公亲立行 从这八个字中 我们就能清楚地明白 他的管理哲学 理想信念 领导作风 甚至为人处事 德行操守 工人又来 我們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也在心中, 真心地工作, 做了這些事情。 談到吳先生的品格特徵, 他一次概括就是善。 這一點從我們採訪中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 吳秉根的管理採用的是韓國模式, 實行的是親情管理, 視員工為一家人。 一百名員工就像吳先生的一百個孩子, 工作環境好, 氣氛輕鬆愉快, 企業凝聚力很強, 員工都很尊敬他, 他對員工也十分愛護。 用他自己的話說, 就是都是為了生活, 做老闆的不能只是為了自己賺錢。 在現代木企有限公司, 員工中午免費酒餐, 並且標準很高。 吳秉根跟員工承諾, 飯菜不好吃可以罷工。 您覺得這家公司老闆對職工怎麼樣? 對工人特別好。 我在這幹十年了。 對工人特別關心。 冬年有啥的, 換你了, 天冷了, 感冒, 對工人特別關心。 那其他福利怎麼樣呢? 其他福利也好, 你看那礦泉水是啥的, 咱們的井打一百多米尺, 現在還要喝這個水。 大姐, 您覺得這兒的待遇怎麼樣? 她也特別好。 特別好。 過年過年, 都會獎金。 那給女同志, 有什麼其他福利嗎? 有, 就三八福利, 給點獎金什麼的。 對待自己的員工如此, 樂善好事的吳先生, 即便走在大街上遇到要飯的人, 也要捨上十元錢。 善是人性之至美。 但吳秉根先生認為, 這既是他的優點, 也是他的缺點。 商產搏擊, 也曾因此吃過不少的虧。 姬善之家, 必有余慶, 姬善之人, 必有後福。 吳秉根先生是一個有後福的人, 也有一個有余慶的家。 同樣善良而賢慧的妻子, 從九六年起就來中國陪伴著她, 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條, 把吳先生照顧得無微不至。 西下一雙兒女均學友所成, 女兒畢業於大連外國語學院, 目前在韓國一家證券公司工作。 兒子畢業於北京大學, 現在美國。 吳秉根先生業餘好打高爾夫和夏維奇, 一動一靜的活動總是令人羨慕的。 他的維奇水平很高, 是韓國國家棋院城鎮的業餘武斷。 他有個心願, 總想結識遼陽維奇界的同仁, 一視身手。 吳先生認為, 維奇是人生的縮小版, 維奇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性格。 並且, 他善於把捉如貪大不全, 不能小失對手等維奇格言, 運用到他的企業經營中, 和市場競爭的實踐中去。 談到未來, 吳先生說, 木器這一塊只維持現狀。 今天夏天想開發另一個項目, 進軍一個全新的行業。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這就是吳秉根, 一個在商言善的韓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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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